正常人的大佬只是开发了10% 其余90%都是处于幽冕或者抑制的状态 我想而知 如果大佬100%运作 人类将会多么聪明 力量将会多么强大 即将于12月1号 《陈马上映》的《开心魔法》 是香港导演叶伟信 相隔多年再度指导的非动作片 也是黄柏铭在80年代经典代表作 《开心鬼》系列的一个演续 人都希望票房暴洁能继续开拍时集 《开心魔法》是有它自己独特的东西在里面 还有如果你说它似 我觉得它似我《开心鬼》系列 因为它是承接了《看心鬼》这个角色 在这个戏里面变成一个教授 这个戏里面也都有些向经典的《开心鬼》致敬 所以也有一些运动场 也有一些打排球 《开心魔法》这次启用的新人 吴谦宇是叶伟信在电视广告上发掘了新面孔 黄柏铭表示香港电影圈新人少 有新人拍电影并不是大胆的行为 吴尊也表示自己和新人拍戏好玩又好笑 用新人是我们经常的尝试 我觉得不是一个大胆的 以前《开心鬼》系列每一套都是用新人 甚至叶伟信导演拍《叶敏》的时候 我们用《红代林》 他都没拍过戏都是一个新人 我拍《花田你是Angela Baby》那时都是一个新人 所以拍新人对我们来说 就是一件不是难事 还有我觉得影圈都需要有一些新人 我觉得我们拍这部戏除了在目前开心 我觉得我们在幕后也非常开心 因为我们有来自就是香港啊 台湾啊内地的员员 然后我觉得大家一起交流一些文化 然后我觉得我们聊的话题也非常的有趣 出道以来演了五六部电影的吴尊 以渐渐开始习惯电影人的身份 并密谋着手写剧本 向往幕后发展 七哥从影的他一步排除 未来再唱歌的可能性 与飞龙海再度同台合唱 我看过我这本小说 我把所有的语言都写下来 语言? 你们信不信?